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万 今天很多的报章都同在关注一件事 在韩国所发生锂电池厂的大火 有十多名中国公民遇难 就是今天大公报的一个标题 很大的一个版面做一些跟进的报道 同时在国际局势上面也发生了一些新事态的变化 我们先做国际聚焦 现在的全球局势真的是不太平 俄罗斯这里的北高加索地 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有两个城市发生了 他们已经定位成说这是一个恐袭 尽管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到昨天为止 所以今天早报也没有在这个部分揭示跟进 但是看到了部分一些细节 俄遭恐攻 副主教被割喉十五井殉职 新岛俄南部恐邪二十死IS赞扬枪手信报 这个地方提到了 这个地方包括多座教堂警港同遭攻击 当时涉事的枪手据消息说 有五个枪手是已经被击毙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达吉斯坦来说 认为是最悲剧的一天 而且全国要挨到三天 那么这件事情他们认为背后呢 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脉络 达吉斯坦这里呢主要宣称说 他们知道有外国势力介入 也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但是细节却没有多透露 同时呢在地区首长 又有地区首长的儿子涉案 那已经被捕 现在这整起事件在调查中的同时 也让人注意到在俄罗斯呢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看到有极其比较重大的一个恐袭事件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亲俄的伯克主 到了克里姆林供一个咖啡店 去举行活动的时候 人家送他了一个雕像 雕像爆炸 当时这一名伯克主当场身亡 同时也很多人受伤 今年三月呢 俄罗斯的音乐厅发生了最为严重的 一个恐袭事件 造成了百多人的死伤 也是一件事 现在接下来呢 又是这一件事情 所以恐袭的背后呢 他们就会追查一些调查的细节 那与此同时 俄乌之间呢 也极为不平静 世界日报 乌公俄进 几乎没 解禁 长城飞弹 另外乌克兰 一向克里米亚发射美制飞弹 克里姆林供警告美国 还有这金融时报 今天说的这个呢 是欧盟 他现在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因为匈牙利呢 是反对 一直用军援乌克兰 但是现在欧盟呢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特别是在法律上面去设计 去设法 能够绕过匈牙利 而能够完成 他们从冻结俄罗斯资产当中的 一笔金额 可以继续去援乌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 那欧盟 他在自己内部外交政策 要做出一致性的决定的时候 他所面临到的考验 而他如何面对 这么样的一个考验 就是他会运用 内部的一个法律机制 甚至去创造出 法律条件来做 但长期以来 对于欧盟揭续 他的一个政策走向 也是充满了考验 而至于呢 现在俄乌之间的 这种互相一来一往的情势 记不记得 在多个星期前 我们曾经提过 接下来在克里米亚 这个附近的动作 值得关注 因为这一次呢 在俄罗斯方面也提 乌克兰 它是应用了 美国所提供的一个 长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提供了五枚 并且装有极数弹的弹头供给 我们是否接下来呢 这个部分 一旦有更远程的 这个部分放开 特别是拜登大选前 你不知道他会放开什么 韩国离电池大火 离电厂大火的这件事情 也同受关注 因为这次造成的死伤 非常的严重 有19中国人 遇难这次新报的标题 但星岛日报呢 这里呢 有不同的一个数字 但这个部分 驻韩使馆人员 也到了现场 同步关注 同时在做核实 包括东亚日报 我们看 这个伙势的情况 但这一点呢 也看到 因为韩国近期呢 他们在这整个工业的 一个安全上 引用外劳的过程当中 也在这个意外事件当中 让大家看到 更多的一个细节 看今年外劳在韩国 说料打百万 多做3D工作 不要误会 这个3D啊 不是大印 他这个3D呢 第一个就是脏 dirty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D是很difficult 很困难的工作 还有呢 非常的dangerous 非常的危险 是这个3D Dirt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那但是呢 这些工作 大部分本地人 不愿意做 所以他们也去探讨 像现在呢 为什么 韩国的人口呢 对它是老化 而且我们说了 它这个人口情况呢 都已经发布紧急状态 那但是这些劳动力 又不愿意投注在 这些非常需要的 一些基层的劳工上 还有包括文汇报 要看遇难者 也多为中国东北朝鲜族女性 领最低时薪 55元 当然这个事情是看到 韩国它的一个 劳工分布的情况的同时 劳动力的这个应用同时 其实更多了还要看到 现在啊 工业安全呢 是所有国家 任何国家都一样 是要迫切受关注的 这个一个事情 再来看中波兰 波兰总统访华呢 这个部分啊 杜党我们看啊 因为中波之间 而且现在波兰接下来 他在一个国际局势上的 一个角色 也很受到关注 大公报 习近平 即波兰为中企提供 公平营商环境 务波兰总统强调 独立自主发展双边 友好关系 那真的 气氛好了呢 很多事情可以谈 包括呢 现在中方对波兰的公民 有15天的一个免签 还有在电动车方面呢 也有合作 在农业啊 农业的一些贸易 经济上头来讲 签一些贸易协定 同时呢 对于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有一个行动方案的 一个签署 朝向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知道 波兰呢 此行来 包括他的企业主 在跟中国电动车 合作的技术创新上 仍旧是希望有突破 同时呢 波兰总统这次也 发现啊 他们这些领导人呢 道华也会去关注 俄乌当前的情绪 那也希望呢 中方在这个地方 能够发挥作用 但同时呢 中国方面也表示 在此强调中俄之间的 一个正常贸易 不能被 这个来当作借口 去制造一个矛盾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看 波兰此行先来华 在很多的互动上面 我们受到关注 除了经贸方面 政治当然他也关注 但是现在世界大局 各方面的一个考量呢 他们在本国 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 对华的关系 一定有很多的一个调整 继续看 你看德国支撑 关税会来的 哈贝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以及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欧盟将启动 汽车关税磋商 避免贸易争端升级 以及包括彭博社 说中国愿降低 进口欧洲车关税 来换取德国游说 欧盟车关税 哈贝克访华 我们也早说 因为他不是代表 欧盟委员会来访华 做协调 他主要是德国的 他的一个角色 特别在绿能源上头来讲 那此行一定的程度 对于德国媒体来说 认为哈贝克 他还是有一个一定的成果的 但接下来 在各方面的一个意见上头来讲 是希望他把这次 实际亲防所得的一个想法 也可以带回欧盟里面 去增加一些讨论 都说只要能够讨论的话 这个条件都是有空间 都能谈的 就要看彼此之间 能不能创造谈的条件 你看 加拿大宣布就提高 中国电动汽车关税启动磋商 以及再看美欧加拿大 纷纷对中国电动车 抬高关税 但韩国电动汽车电池股 刮起暖风 这块部分可以看到 现在在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国家在相关政策上面 它的一个依存度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 而这种复杂的关系 它不只是展现在经贸上 可能也包括地缘政治上 所以还有在这一波的一个竞争 我们就单看市场竞争来说 大家都怕自己的一个技术落后 继续看 所以你看像 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 你看在西方就发觉 他们一个政策是不同的 所以反而看到他们这个政策 是分裂不同的 同时欧洲也在看 现在都说中国冲击论2.0 这个词在最近出现的比较多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电动车的这个技术的崛起 到底有多震撼 之前因为我们主要提到2000年的时候 中国制造也给美国市场 带来一个震撼 虽然这2.0版 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扩及欧洲 但现在这个是主要在技术方面的一个提升 所以这些跟前面交织而成的 就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力市场 跟技术力市场的一个转移 对于欧洲来讲 他们就跟美国不一样 因为美国像是竹起高墙 把自己全部围起来 但是欧洲他们尽管知道 他们有市场上也有保护的心态 但是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缩载了市场 让自己技术落后 所以在这种复杂的依存度关系下 接下来就会看到 他们的经贸政策跟政治之间 彼此错综复杂的一个存在 中国电动车技术的这个部分 以前引进外面的技术进来 也可以做学习 现在可能是欧洲市场 希望跟中国电动车商有合作的管道 也想要做一个反向的学习 法国解散国会欧元大跌 从欧洲议会选举看西方制度危机 其实这一篇在欧洲议会 一选举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报道 但这篇算是一个整理性 他把所有政党的票数 再来加加起来 包括这个传媒也是 说欧洲议会极右势力 兴起有利中俄取得破口 影响未来政策走向 他这里就看一个 就是看电动车政策 因为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 要加关税之后 你现在看欧盟 他这事例都说了 他这个右翼极右翼 他里头也拼命地在切割 他里头也在切割 他还在盘整 列一张图表 谁对谁好 谁对谁不好 可能瞬息之间又有所变了 所以接下来 很多观察都在看 欧盟接下来对于电动车 中国电动车 他的看法 他的政策方向会不会做调整 以此来判断一些风向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半岛纽约时报 新岛看到这一位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大概好多年了 阿桑奇 阿桑奇跟拜登政府达成认罪协议 不需要引渡回美国 说史上最大泄密案落幕了 而且他现在抵消了 他原本在英国做监狱的时间 这个认罪协议 什么叫认罪协议呢 认罪协议的这个背后 就是他们达成了一些谈判的条件 那不排除 那避免他在拜登要面临大选之间 报更多料吧 另外俄朝战略合作 韩国永和论在起 以及美日韩谴责武器运俄 朝军方警告世界大战 美国之音这里也提 虽然他提到 说像看到朝俄之间 他们签的防务协议呢 当中可能显现了一些 让中国也有警觉关注的 这一个信号 不过他的内文很多都在说 美国官员如何去判断 跟提醒朝俄之间的这个部分 认为他有很多细节 还未明 但是是要值得关注 另外 加沙战争收尾已军呛北 已军呛北攻 里巴嫩 华尔街日报提到了 以色列 现在呢 内塔尼亚胡因为接受 美国媒体的访问 提到说这个在拉法的作战 差不多 但并不代表 他们就不继续去围剿哈马斯 只是认为哈马斯已经被影响了 已经被重重的打击 但在黎巴嫩这边 他们接下来要放多一点心力 去面对真主党 这个部分要关注一下 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 它的一个战略路线 因为在真主党这里呢 他们能够发动密集的这个炮弹 对于当前 以色列引以自豪的铁穹系统啊 这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传字节跳动火媒体开发AI芯片 经济日报 联合早报呢 跟香港领域都关注 但是字节跳动现在呢 在对此是说有否认 当然字节跳动的接下来的命运 也是持续受阻的了 因研发多款反无人机机器 以及因均连测试廉价反无人机机器 使用一次成本仅港元 对现在呢 这个全球的武器研发 你如何降低成本 因为降低成本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个军事装备 就变成一个常规武器装备了 继续读报 看中华聚焦大公报 习近平中国是现代化 靠科技现代化之称 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 发表重要讲话 以及明报科技大会重开 2035年成科技强国 信报数据炸暖还函 科技发展任重 这重要的奖项呢 也让大家看到 中国科学家在相关尖端技术前沿 研究项项目上的一个基础贡献 同时呢 在习近平的谈话当中呢 也清楚地指出了在科技发展向上的一些重要路径 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作用 现在呢 这个全世界我们说经济力 还有靠着技术创新的能力 是整个引领国家动能 还有实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要项 而这一点呢 我这个小女子之间呢 我就想到 我们注意到近期其实教育 在培养跟潜移默化这一部分的人才呢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前呢 一些学习班都会去补大家一些考试要考的科目 可是我现在会注意到 特别是这几年有很多学习班 是教小孩怎么样去玩机器人 然后它跟考试科目不一定有关系 但很多孩子呢 可能就玩着玩着 发生了兴趣呢 介意参加很多的一个科技大赛 甚至到最后呢 要来研发机器人 现在还要升级成AI机器人了 所以可能在学习项目上的一个培养 兴趣的培养呢 这个是一部分 另外呢 在科技的一个发展强项 我们说这个硬底子 就是它整个技术的核心 但我还想到软科技的实力 我会发觉呢 比如说像现在呢 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科技研发 设计出非常好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但它可能在工业的美观技术上头来讲 这里还有待 可以再更进步 就把一项这个设计产品出来之后呢 软的科技实力部分 还有包括美感的这个建立 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更有一个吸引力 可以相信的是 中国在短期内 一定可以从一个科技发展强国 变成科技强国 好 来看这现在关心的是经济日报 他关注到一个退经令的一个市场探讨 扬起退经令防交叉感染 说主要是国资委这次的退经令 发的低调 且是以党委扩大会议形式提出 这为了其疲惫政治责任的色彩 但是内文提到 他的争议啊 相信是在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交叉 他感染 这个部分呢对于金融领域 实体经济领域的部分受到了关注 还是一个风险管控 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国资委 这就是刚刚经济日报提到的这个原则 各央企原则上不得新设收购新参股各类金融机构 所以呢 现在看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分析说 其实去年在市场上呢 可能有一些动态呢 就已经大概会有做这样的一个探讨了 来看财政收入 财政部首五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年跌百分之二点八 以及包括证券交易硬化税收少了于五成 新报这里也看的首五月的一个财政收入 近期有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呢 是个话题 因为前阵子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读报很多消息 包括去征税 当然呢 他们是依法 因为有一些企业是运用灰色地带 他可能已经有逃漏税 但我们说现在大数据了嘛 都电脑化 所以这个部分呢 依法呢 他们想要再做一些补强 那也因此呢 在这公布的数据向上呢 也会持续看到 包括在房地产的严动下 地方政府的收支上 这些数字消息呢 就会让大家市场的关注 但关注方向呢 还有看 因为主要呢 是有个数字的基数 看像内地首五月实际 使用外资按年跌百分之二点 八 那包括呢 华尔街日报 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不过公布门的 有关官员有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去年 它有些基数比较高 基数比较高的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 外资直接投入 它对于中国经济 接下来的发展情况 它有很高的预期心理 也有很强的一个信心 所以这个数字 可以看到 外资直接投入的 这条数线呢 是稳定的 来看经济日报 这条消息 多地鼓励农民 弃地进城买楼 那从香港的灵异也看 这个部分 那当然 它当然有些鼓励 你要农民放弃 土地进城购房 你可以获到 这边消息看到 五万元人民币的购房奖励 但这个部分呢 实际的需求上 能不能去拉动 这个钱袋子呢 网民当然有很多探讨 这是在台湾 所发生的一个政治斗争 持续升温 主要立法院的改革案 在通过了之后 民进党想要用复议 就是再次去审议嘛 拖长这个时间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过干 现在赖清德亲自出马 也是要用法律的手段 这阵子呢 清楚地看到一个脉络 赖清德他的刑事作风呢 似乎呢 就被认为 他根本不愿意去协调 他也不是一个沟通 不是协调 不合作 就是呢 只要立的法跟民进党 他现在要走的路不一样 他就是权力党 想方设法的一党 这件事情呢 对于台湾现在内部来讲呢 会增加一些政治动荡 对于民心的来说呢 也是会有负面影响 这件事情 我们要保持关注 我们看法广 美国副国务卿称 台湾半导体供应中断 恐导致全球大萧条 但这件事情 我们说这是老生常谈 现在呢 美国对华 他用了一个科技打压的手段 同时呢 他用了不同的方式 去故意搅动台湾牌 特别是碰到了这个传统上 大家认为比较敏感的 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 现在世界日报呢 一个消息爆料说 有两副助亲 低调赴台 好 这个部分呢 要看的是 其实中方有关部门之前 近几年来 我们都看到有这个部分讨论 都有做相应的注意 但是我们看看 台湾自己的学者怎么说 台湾自己学者在研究政治 在研究国际关系互动的学者 认为要注意 他可能是一个刺态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主要呢 他表面上的说法 是对于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民航系统的国际组织 这个部分呢 是格予支持 但是呢 美国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在联合国 用正式提案的方式 去挑战这一项决议文的论述 所以呢 认为说不排除呢 可能他就是来 来刺激一下 是不是把这件事情 操作成近期中美竞争的 另外一个热点呢 要小心他们的包藏祸心之处 另外台军拟购台产无人机 厂商绕不开大陆大公报标题 还有美售台两款攻击型无人机 军事分析可快速提升台军不对称战力 华尔街日报也看到 当然不可惠人的是 台湾有没有自己创造研发无人机的能力 肯定是有 但是用作军事用途上面呢 这就要看它的一个成本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计划 美国强推它的东西到台湾 台湾到底能买单多少 但是在无人机的部分呢 看到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研发 技术研发当中 刚才前面提的 我们不是军事专家 我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呢 我们可以了解那个逻辑 它今天的武器要量化的话 它首先就是成本要能够压低 你成本压不低 你就很难发展成常备的一个军事武器装备了 接着我们做中华速报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 其实国安部啊 发文提醒了好几次啊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手机拿起来拍拍拍拍的很得意的同时 当当你就可能触法了 今天看呢 这是小小遮光板 事关大安全 看到最近啊 这个是因为有军民合用机场 被民航外籍乘客违规偷拍消息 但这点也表示说 旁边人这个提醒提醒的也很 这个警觉性很强 所以那这样的军场呢 当然了 依据相关规定呢 你是有所限制的 明报这里也关注到这个部分 所以国安部再次发文警告 大家保持关注的这个注意力的同时呢 要小心 要有警惕 好 这件事情也要警惕 新岛日报 中管院设烂售证书 遭官方撤销登记 这是上世纪啊 80 80年代 由元老陈云批示成立的 这个简称中管院 但是今年它设了很多机构 包括呢 无故发放 而且说几个小时 你就可以拿到证书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 所以现在这几家你看 包括新京报的快评 还有多少这样的一个违规机构 在潜伏呢 梵蒂刚任命杭州主教 陆官媒认证 以及中梵认可杭州区主教 就是这一位 杨永强 明报 也是做相关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部分标题被放得很大 主要是因为梵蒂刚 在2018年跟中国内地 跟北京这边有一个主教 任命协议的默契之后 其实你要任命谁之前呢 彼此之间先做了一个沟通 所以这次这样的标题呢 形同呢 任命权还是较中 但是呢 就北京也认证 另外咖啡店员 崩溃上热搜 接行业内卷系统失衡 新岛咖啡店联报冲突 资本惹的祸 以及信报高压咖啡店 近期有一个连锁咖啡店 标榜精品咖啡 我们知道 你要做一杯好喝的浓缩咖啡 也是要高压压出来的 但是在咖啡店工作的店员 在承受不了的高压下面 他发生了很多争议事件 对顾客啊 丢咖啡粉啊 甚至发生了一个斗殴情况 没想到呢 有人在微博上面 发动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 发觉却很多人去同情 在咖啡店内工作的员工 也有很多人是批评这个顾客的 所以呢 传统的顾客是不是就是上帝 这是受到讨论的 但核心是 为什么要让他们有这么高压 承受不住的环境呢 所以认为说 这也是当前竞争激烈 内卷环境下的一个缩影 猪场产假化妆品 消全国市民用厚敏感 四人求36月缓刑 这是明报 令人作欧 直播间大牌化妆品 进铲子养猪场 而且你看 这贴了大牌标签之后 一年卖出去的很多 但这事被爆出来之后 还在追查了 所以之前呢 才说对于很多直播 你要小心你卖的东西 尤其涉及化妆品 医药产品 这个东西呢 就会有严格的规定限制 今天星岛日报 独家报道 一个掌握大头条 我们看到 内地中介广招优才 包来港陷阱骗钱 因为香港都要吸 内地专才优才嘛 但是小心啊 你看他这些 看起来很耸动的标题 那都是中介 想要狠捞一笔钱 好